因为我是非常非常爱国的人 但是我现在人在国外 我不在国内嘛 我在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 就是前面刚才胡理师在直播 不要提村名 然后找代词 你就被抬了一次了 大哥 帮忙 确实不是很 第一次讲确实不是很 对对 注意抖言抖语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在马那里 大马可以说 大马那里 因为我在这边是读书来的嘛 因为我在国外 就在外边嘛 在村外面 也会接触很多很多人 就是有什么 这个大马的华人呀 包括一些外国人 哪个家都有 但是我最近 最近在外头 Key Talk 对对对 在外头上 我认识了一个 小弯弯那边的朋友 然后呢 我跟你年代 其实也没有别的事 因为我这时间 一直在给他沟通 我也在给他讨论 辩论这些事情 他跟我说了一些问题 当然我也给他解释了很多事情 他也无论为很 因为他是比较 还是比较 这个讲道理的一个人 不是那种 有些外国人 他就是那种 名字文言很蠢嘛 那种 无脑黑那种 我很讨厌这种 但是他是一个 还比较好的人 但是他给我聊了一些问题 有部分的问题 我不知道怎么给他解释 所以说 就想请教请教您 对这个事情 如果要这件事情 我应该怎么给他说呢 因为我之前 注意啊 不要敏感的东西 你自己评测一下 我律师连麦来了 结果他突然 这个结束直播了 他也是被抬了 我也被抬了 今天晚上都不能聊 然后我在刷那个 抖冰的时候 我本来想找那个 找大王呢 我想了 不行 我看能不能连他的卖 结果刷他 正好刷到您了 然后因为我 不太爱想看你们 还是这种问题 我尽量避开一点 避开一点 就是他认为 我们不好 为什么不好呢 其中之一 第一个原因是 在于我们太自信 这个 他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说 他觉得 比如说 那个 那个青 对吧 他就是太自信 觉得天下无敌 所以避嘛 避自己嘛 避村嘛 他有毛病嘛 他觉得我们 他觉得咱们太自信了 这是一件很 怎么说 就是很 很不好的 我们很自信嘛 我们那么多攻击 什么时候自信过来 也是 我确实我也是这么认为 但是我不知道给怎么给他解释 我说我开始觉得 自信是个好事 为什么不能自信呢 他认为就是我们太过于自信了 所以封闭自己 所以才被人欺负 是不是扯吗 所以说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因为确实咱们有这件事情 那有什么事情 我问你 我们什么时候太自信了 我们一直都不自信好不好 我们的那么多攻击 这倒也是 是吧 怎么时候 我们是缺乏自信 跪下去的太多了 还什么自信 我还是说一个 到现在为止 一直都是打压我们 一直给我们灌输的 就是让我们跪着 是吧 直到我们对自己 文化有正确的认识 这叫太自信吗 这是回归正常的一个轨道好吗 什么叫太自信呢 就是它一个逻辑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以前唐也很强 对不对 包括什么汉朝 就是很强嘛 但是我们正和下西洋 这应该可以说吧 正和下西洋 在这种觉得我们 什么天下 什么天子 都是王土 大概这个意思 他跟我说这个意思 都认为我们太过于 不扯吗 瞎扯吗 我们什么时候 包括大唐的时候 那也是自信的呀 对啊 就是因为你不自信了 后面是因为你不自信了 你才会往回缩嘛 你包括现在大漂亮 也是一样的 他是自信的时候 你看他那个样子 他冷战刚结束的时候 那大漂亮是啥动作 他怕人家偷他的技术吗 不怕呀 现在他就主要是 他因为他现在不自信了 他就各种借口 他还限制你 那个时候他不限制你啊 就是因为你现在不自信了 对吧 就是你要是看 你主要是看 现在不是自信不自信的问题 是我们对我们 自我文化的一个认同的问题 你对你自己的文化 你都没有认同感 你还把这个当成是 踩自己的一个借口 这是不对的 我感觉他给 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 就是他就很不认同 你要是说他那个 他现在他什么 什么东西都要跑到那个 难道他们选一个 是吧 村长 他选一个村长 他都还要跑到 大漂亮那边去 拿一个认证 这就是自信了 你当狗 你当狗还有什么自信啊 有什么好笑的 你就直接怼回去呗 你说你们选村长 你们选村长 还要那个大漂亮认证的 盖个招呢 你跟我说自信 有一点 那个郭彦姐 就是他也很认同 自己这边的村长 就是所谓的村长 我也不认可他村长 就是所谓的村长 很垃圾 他是一个高二的中学生 然后他每次 我来聊到他那个 他那个家长的时候 他也是骂 骂的甚至比我还严重 但是他有一个观点就是啥呢 他虽然认为 我就是 因为我们聊了好几天了嘛 这个高中生 你跟他聊啥 他对文化 他对他自己的文化 他都没有概念 而且他们已经没有概念了 他们早就把这个东西 已经断掉了 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 这个教育确实很差劲 他整个的已经洗脑了 他不管是 不管是怎么 他把他的这个根 因为他是去咱们村化嘛 对对对 他是去咱们村化的 他甚至他对这个历史 他是没有概念的 他甚至是说那个 之前你们不是说了吗 他说东汉西汉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可以 就是特别出了那 闹那个大笑话嘛 而且是他们所谓的那些什么 那些节目上面 那些嘉宾就说的 反正 反正 因为我之所以会和这个人聊 我不管你说怎么去聊 不是我们过度自信的问题 而是我们 这种自信是难能可贵的 因为我们很多人 是让我们要贵下去的 你好不容易有人说 你要站起来 站起来还错了 这不对啊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吧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只不过我当时在聊的时候 一是我没有想到这一点 二是 因为他说了一些 就是他所认为的事实嘛 他觉得 他所认为的不是事实 他人欺负你也不是 其实就包括 清朝他为什么不行 他是因为工业文明 对农耕文明的一个打压 他不是 他是碾压式的 他不可能行 知道吧 他不可能行 你不能违背这种东西 来讨论历史啊 那现在我们的从 我们的工业追上来了 所以他不自信了 现在不是我们过分自信的问题 是对方不自信的问题 他不自信了 他就天天要来收拾我们 就是要限制我们 不让我们发展 不让我们超过他 对吧 他还是焦虑嘛 对吧 谢谢 我之前也是绕他的怪圈 你不能掉他的 为什么不自信呢 你把055 你把G20往脸上一摆 咱们凭什么不自信呢 不是不是兄弟 这个倒是 他也承认我们现在特别牛逼 就是水平 就是很厉害 他也承认这个 不是 这个东西 我就问你 那大漂亮天天那么显摆 各种的凌驾于别人之上 那是他过分自信了 你不要让他反思一下吗 天天就是动不动就动粗 动不动就一炸一炸一炸 是吧 我问你 对对对 那他是不是过分自信了呢 他要不要反思呢 你问他 你说我们算什么自信呢 我们那么多工知 是吧 一天到晚说我们不行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你看他那个大漂亮 能吗 那不是 要是这样说大漂亮更 更差了 他不是更快衰落吗 是的 你不是你把这个逻辑给他 还回去不就行了吗 是的 他是一个 就说案例 我个人感觉他还是愿意 就是正经了解 不用 这种都是假的 他还是有那种莫名其妙的那种 所谓的优越感 然后又被 又被挤脑了 对 还要你反思 反思 反思哥 不说了 行 你反思去 你让他反思 文化的这个东西 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自信了 什么叫四个自信呢 谁提的 是是是 这是核心 你没有这些自信 你怎么 你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的话 你怎么对外输出呢 对吧 是民族资讯 文化资讯 还有一个制度资讯 啥一个什么资讯 突然忘了 反正是个资讯 多少钱一个月我不知道 但是 铁老美多少钱一个月 有别人出了那个出价单的 你自己去翻吧 我就问你 铁老美多少钱一个月 嗯 好吧 是的 好 非常感谢 这人是第一次跟我讲 对对对 你不需要 不需要去跟大家讲 这个很重要的 自信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们有资格自信了 凭啥不能自信呢 对吧 是是是 感谢感谢感谢 回头再有机会 还想跟你再来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 好好好 那我怎么退这个 直接直接